地处北约克的中心,Bavian Shepherd,还可以就读安生排名第一的小学,全新翻建的小豪宅,这样子的条件,您心动了吗? 嘿,大家好,我是Sharon,一名多伦多的地产经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2021年的多伦多,905地区独立物涨幅已经高达了33%,而416地区呢,仅在14.6%。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现在是入手416地区独立物的好时机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套房子是不抢offer的,而且装修十分靠旧,用料也是十足,它的所有的applices也是使用了miller appliances。 如果您对这样子的地理位置好,学校好,而且装修十分漂亮的独立物,感兴趣的话就请看下去吧。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物业呢,属于一个全新的房间,室内的居住面积啊,是超过了2800尺,还有7年的Terry Young质堡,大路口呢,位于Shepard & Bayview,距离Bayview的地铁站啊近500米之远,走路也只需要6分钟,处于一个非常安静的Coldersack, 钥匙环上可谓是距离繁华,仅一不知遥,却不受其喧嚣地打扰,闹钟取静啊,宜然自得。 非常现代的房屋外观设计,有三个卧室,五个洗手间,每个卧室都是套间。 一进来是挑高的玄关和大衣柜,主层呢,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空间。 左边是会客厅,还有这个超大的窗子,看向小区的那间,朝东,旁边则是餐厅,可以放一个6人位的餐桌。 再往里面走呢,就是这个设计精美的厨房啦,不仅整体配色和风格十分出众,各种细节啊,也是煞费了设计师一方的功夫。 各种的定式储物柜,Waterfall的中导,玻璃的展示柜,以及啊,诸多木纹条纹的装饰,无处不体现着设计和审美的完美结合。 再往里面走呢,我们就来到了家庭厅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壁炉,面对着后院,潮汐。 那现在我们上楼继续看看卧室,二楼一共三个卧室,走廊位呢,装有天窗,大大的提高了屋内的采光,主卧潮汐,面向着后院,还带有自己的步入式衣橱和一个五个piece的洗手间。 黑白灰的配色啊,间接大方,还有天窗,现在呢,正是被雪盖住了,夏天这里的采光啊,相信会更加的明亮。 看完卧,我们再去看看其他两个卧室,第二间卧室朝东,有着自己的洗手间。 这里呢,主要采用了大理石和黑色五金的配色,让空间更加的明亮。 第三个卧室呢,也是朝东,虽然这个空间稍小啊,可以作为办公室使用,这里还连着的一个小露台,洗手间呢,同样也是明亮的白色为主,也可以淋浴。 看完了楼上,我们再到地下室看看吧,走出师的地下室,walk out basement,这个空间呢,可以作为一个健身房。 影音室,或者是游戏室,全玻璃门的设计啊,也保证了充足的采光。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领域的洗手间,所以说这里需要的话,还可以作为第四国式使用。 地下室呢,另一边是设备间,洗衣房,以及车库的住户门。 看完这个房子以后啊,我们来看看周围的环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学区,这个物业的校区啊,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它处于安省排名第一的Hollywood Public School,高中来说啊,则是著名的Ernheim,是多伦多啊,另一个极其名气的艺术中学。 目前排名呢,全省第21名。 Ernheim Secondary School啊,创立于1929年,是所非常古老,而且规模极大的学校。 以艺术的课程健身,名人辈出,包括好莱坞明星Neve Campbell和歌手Deborah Cox。 现在的校舍占地31万平方尺。 除了Ernheim高中以外呢,这个房子啊,还处于A.Y. Jackson的校网。 该校啊,在计算机、数学和艺术方面啊,在安省乃至加拿大都是相当有名气的。 说来学校,我们来看看这个物业的地理位置到底有多方便。 走路6分钟,可以到达Bayview地铁站。 由此乘地铁啊,不到5分钟,便可到达Young and Shepard。 再次换成1号线,20分钟即可到达Young and Bloor。 或者说的是Union Station也只需要30分钟。 那开车啊,就更方便了,2分钟即可上401高速,由此啊,5分钟可以到达DVP或者是404。 收货也是十分便利的,Bayview地铁站对面呢,就是Bayview Village的购物中心。 里面有超过110家的品牌零售店。 这个Plaza还有Loblos,LCBO,Shopperies等等。 开车8分钟啊,便可到达Fairy Mall。 里面呢,有超过160家的商铺。 大统华呢,今年也会在Fairy Mall开店,以后买菜购物呢,会更加的方便。 其实这个物业呢,生活前和之前介绍过的Bayview Village基本一致,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了解更多。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社区,这个物业所处的社区名为Willowdale East。 它是位于401高速以北,Finch以南,Bayview以西,而以阳街为街,东侧便称为了Willowdale East。 西侧呢,则是Willowdale West,它是多伦多北约克一个历史悠久的高档富裕社区。 物业形式呢,非常多样化,它有公寓,正屋,独立屋,或者是豪宅。 总结来说,这个区域的生活十分便利,疫情后的涨幅啊,远远不及,905地区。 传统来看,这个位置的生活非常便利,交通还方便,而且学区极好。 有理由相信啊,现在购置多伦多这样好设置的独立屋,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您可以给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并且订阅加关注,那就更好了。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视频。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